不过首先我们要来看到主要是服务科技初创企业的美国硅谷银行 以及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银行标志银行接连倒闭 全球金融市场出现震荡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特别在纽约股市开盘之前 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 强调美国的银行系统是安全的 并保证这两家银行的储户可以取回存款 美国这一波银行倒闭危机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是否会造成骨牌效应 甚至是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呢 而同样是银行爆雷 美中两国政府处理危机的方式又有何不同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两位财经专家 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位是澳大利亚蒙娜市大协商学院的副教授 史赫林博士 史教授欢迎您 谢谢 另一位是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大协商学院的副教授 陈昭惠博士 陈昭惠教授欢迎您 谢谢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在美国的陈昭惠博士 很快跟我们介绍一下 刚刚我们提到这两家银行 它这个背景还有它倒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好不好 有利于我们接下来讨论 陈博士 这两家银行倒闭的原因有相同也有不同 对于硅谷银行的倒闭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资产没有管理好 或者说是它的风险管理没有管理好 造成了它的资产的损失 损失的话就可以导致储户的损失 所以说的话就发生了挤兑 储户总共就想把钱拿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它如果说是它没有拿出来的话 可能以后就拿不出来 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另外一家Signature Bank为什么会倒闭呢 这个受到了它的所谓的就是一个感染了 一个传染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个Signature Bank的话也有相同的问题 相同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储户的存款 是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保险的 所以说的话它存在这个风险的话 一旦发生了这个硅谷银行的这个挤兑的事件的话 它自己也受到了挤兑 尽管说很多人会说这个Signature Bank的话 它本身没有问题 它没有资产管理的问题 但是的话它还是受到了挤兑 所以说的话这个也就从侧面的表表现在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现在这个金融系统呢 是有点风声鹤唳了 风声鹤唳 那就请教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史赫林博士了 刚才这个陈博士提到的传染这个字 其实现在大家很甘心就是说 究竟会不会这两家银行的倒闭 会引发一种骨牌效应火烧连环传 导致更多的银行出现倒闭潮 而且全球在关注的是它会不会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呢 亦想请教您的看法 我个人判断是不会 最主要原因的话 因为这两家银行都有它自己特殊的一些特性 如果以那个硅谷银行为利益的话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零售的银行 也就是说它主要是为一些企业服务的 所以它的企业目标的话是比较单一 所以即使会造成一些银行本身的管理不散 造成一些亏损的话 它所影响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 不像2008年的时候 那时候Lemon Brother的话 它是一个零售型的银行 另外一兄弟 它影响的人的话是成千上万 但是这个硅谷银行的话 跟Signature Bank的话 它实际上真正影响的客户的话 是群体是非常非常单一的 那么第二的话它实际上是集中在一个产业 那么主要就是科技 科技方面就是IT和医学方面 所以它并不涉及到就是大部分消费者的这个领域 而且集中在一个非常窄的一个领域 所以在硅谷的话 这个硅谷银行是非常有名 但如果把这个银行放在全球的银行系统里面的话 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银行 所以它涉及的范围也并不是很广 那么最主要一点我觉得不会产生一点海啸式传导效应 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这一次行动非常快 不像2008年的时候的话拖了很长时间才开始救市 但这一次的话我看了一下也就是48小时就开始救市了 刚刚出现这情况的时候 然后Yaren曾经发表讲话说不想救市 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特点你自己承担风险 要自己承担的责任 但是没多少时间以后的话就发现可能会产生 就是刚刚那个陈教授说的这个传导效应 所以美联署马上就出手就是 所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话 我相信这个传导机制的话会非常弱 而且时间会非常短 在今期内的话可能在股市上有所反应 因为大家都知道股市是一般反应过度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的我相信一周到两周时间的话 这个事件就会得到平息 所以我并不是很悲观 好的感谢史赫林博士 关于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危机处理 他的态度的转变 我们稍后再来做比较 跟中国方面的这个比较 不过我想继续请教在这个美国的 陈昭辉博士 因为关于究竟这一次这两家银行倒闭 会不会变成所谓的雷曼时刻 像刚才这个石教授讲的雷曼兄弟这个2.0 其实全球都在关注 在美国也有很多不同 甚至是想赴盛名的经济学家 都有不同的意见 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危机 和2008年金融海啸来临之前 有没有什么可以相较之处呢 现在会不是 这个就是比较不同 有不同有相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因为说是2008年的时候的主要的原因 事于是次贷风险 就是说是银行投资造成了就是资产的损失 然后这个损失一旦造成的话 那这个银行自然也就发生危机了 这一点的话是2008年的原因 这一次的话呢 也同样也有也是资产的损失 就像硅谷银行这次确实是资产的损失 但是的话呢 它们的效应不一样 因为2008年的时候 大家是投资在高风险的资产上面 就是次贷了 投资在次贷上造成 这一次的话是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这一次的话 实际上这个郭古银行是投资在什么 投资在就是比较没有风险的 就是中期和长期的政府的就是国库券 就是没有风险的 而且即便是现在这个银行已经爆雷了 这些资产还是好的 没有任何违约的事件的发生 所以说的话呢 就是他们的可以说是目的不一样 2008年的话大家是为了投机 现在这次呢 恰恰是相反 大家是为了就是说 就是要投资在安全的那个市场上面 那个资产上面造成的 但是的话 它们有一点共同的 就是说是什么呢 它们都导致了资产的价值的损失 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培复他们的那个存款 就是说这个就导致了 就是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传染效应了 还有的话就导致了市场的恐慌 但是呢就是刚才史教授说的 就是因为是政府对这次处理 是比较及时 而且是比较有利 马上就采取了比较强烈的措施 所以说的话呢 而且昨天的这个措施一出来的话 总的来说 这个全球的这个资本市场呢 还是比较认可的 因为没有 但没有继续跌下去 而且还还稍微涨了一点 所以说的话呢 看来这个情况呢 不会继续恶化下去 我们也都在持续的观察这个市场的反应 稍后也会请知在美国的陈昭惠博士 继续帮我们看看这个拜登总统 这次做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 不过接下来我想念两位 我们在中国网友的评论 然后请教使赫林博士 有关中国方面的反应 这位在推特上的网友叫清默 他表示说 美国现在倒闭潮 是不是要来了呢 另外还有一位勇往直前 这位网友他说 美国各大银行都有天量的无息贷款 就等着挤兑吧 还有一位网友叫汪延 他说想稳住局面 现在距离2008年 他应该指的是 2008年的这个金融海啸 仅有一步之遥 我想请教使赫林博士 是中方的反应大概分为两层 第一个我发现 官方好像有点狂欢 包括像我们刚才网友提到 就是说好像就是认为说 美国现在就是是不是银行 接下来爆雷 还有一大串名单要跟着 要一起倒闭呢 再来就是说 根据中国第一财经日报报道 有一位业内人士说 因为这个硅谷银行 有很多中国的初创企业 那么现在中国的初创企业 已经损失了上亿人民币 所以是有可能冲击到 中国的科技初创产业吗 这两个部分也想请教 石赫林博士 刚刚你读的那几位网友的反应 实际上反映了两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 应该是比较有所担心吧 第二种形态有点心态乐祸 好像很多中国的文媒是这样 这种心态乐祸的心态 在2008年的时候也是已经发生过 这实际上是表现了这些网友也好 或者其他评论员也好 对美国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营 可能还不太了解 我们一直说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营 不可能是一番丰盛的 但是它又有很强的纠错机制 其实像2008年这么大的金融海啸 我们可以用海啸来形容 2008年金融危机 那么美国的经济在2009年中期 也已经开始恢复了 所以它有了很强的纠错机制 至于你到第二个问题 跟中国的联系的话 据我知道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联系 第一个方面的话 实际上中国有一家银行 实际上是跟硅谷银行的话 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它的名字叫普发硅谷银行 普发硅谷银行是中国第一家 有硅谷银行和上海的普发银行 5050各占一般的股份 所建立一个合资银行 我看了他们一些公告的话 他们马上就出来 曾经说他们有自己独立的资产负债票 所以实际上跟硅谷银行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相信这是事实 因为这是在中国成立的银行 因为他们应该有独立的 整个账户是分开的 那么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是不是会涉及一些中国的初创企业 会 因为中国的初创企业的话 有一部分的初创企业 实际上是通过硅谷银行的话 来进行贷款的 而这一次我们谈到的 就是美国政府对硅谷银行的救势的话 主要是保证就是说 那些在硅谷银行存款的那些人的利益 并没有真正保证在硅谷银行的一些贷款 跟其他的一些投资的一些业务 这些业务的话还在有待于 就是说现在有一个接收方 是由联邦储蓄保险公司 叫FBIC 临时成立的这么一个bridge bank 就是说过渡性的银行来接手 接手以后的话 就会对这个银行的其他的业务 刚刚我提到 对高端客户的一些特别的一些业务 所以在短期内的话 相信这些中国的出场企业 如果他们从这个银行贷款的话 会受到一部分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的话 应该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这个新成立的银行的话 应该能够比较好的解决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刚刚陈教授提到的一点 这次跟联盟兄弟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这次他们主要的投资的都是国债 都是国债 这些非常优良的资产 而不是像2008年时候 是投资那些垃圾的 垃圾的那种客户 所以这个情况的话 实际上是差别比较大的 所以我想就是对中国的出场企业一些影响 好的 史教授认为 这个对中国的出场企业会造影响 不晓得这个陈博士怎么看 不过在请教陈博士之前 我就顺着刚才史教授所讲的 这个资本主义有纠错的 这样一个机制来看看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我们知道他星期一 特别在纽约股市开盘之前 是在白宫发表的电视讲话 他强调的是美国银行系统是安全的 并且保证这两家银行的储户 可以取回存款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看 拜登总统的说法 总统的福祉 美国总统总统的同众 都在这份 first started second the management of these banks will be fired if the bank is taken over by fdic the people running the bank should not work there anymore third investors in the banks will not be protected they knowingly took a risk and when the risk didn't pay off investors lose their money that's how capitalism works and fourth there are important questions of how these banks got into the circumstance in the first place we must get the full accounting of what happened and why those responsible can be held accountable and finally we must reduce the risks of this happening again 好的 听完了白登总统的说法 请教这个陈昭辉博士 这一次美国总统的反应的时间 就像刚才这个史博士讲的 美联储跟这个白宫 等于说48小时之内就马上就有一个宣布出来 那么刚刚拜登他的讲话分两部分 储户的存款他是保障的 但是这个硅谷银行的投资人 他认为他不用保护 让他们自己去吸收这个风险 因为这就是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 想请教陈博士 你怎么看这次拜登总统的危机管控呢 我觉得还是做的是比较不错的 这次他的管控 当然了就是在美国的话 因为现在马上就是 就是24年的大选就要来了 所以说的话你会听到很多批评的声音 也会听到很多赞许的声音 甚至是又把以前的川普总统的任内做的事情 又拉出来进行一番批评都会有 但是的话我认为从公平来说的话 他的反应做的还是比较及时 然后的话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很快 你看就是昨天的离开盘以后 这个金融市场基本上也就稳定下来了 就是他做的还是可以的 他保护了储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次的主要的这个银行挤兑的事情就是于储户发生的 他保护了储户 但是的话你这个银行做的不好 就是你的不管你是由于你就是你认为就是这个 这个你买的国债会涨 或者说是由于就是你故意的不去 不去做一些那个风险管理 或者说是你没有意识到 你没有做好你自己的风险管理 不管什么原因 你做错了 就是你银行管理人员做错了 那么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说的话这些人统统都会被解雇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就是你作为投资人 你投资在这个硅谷银行 然后的话他发生了这么大的问题 你们这些投资人没有做任何事情 所以说的话你们投资人血本无归 一分钱拿不回来 这个也是可以是应该的事情 就是说总的来说 我看这个大的方向他做的还是正确的 好的再继续请教这个 博士之前我很快念两个网友 我们推特上网友的这个评论 这个网友叫这个勇往直前 他说硅谷银行资产是公认的优秀安全资产 这多倒闭就可以想象 这个美联储疯狂加息的危害性了 还有一位网友叫做沈克菲 他说这是美国认为安全资产 美国国债从安全资产到 不安全资产的一个必然 这包含了所有银行和所谓的 conservative portfolio投资的组合 他说有一大半的美国人 都使用这样的投资组合 沈克林博士我想这样请教您 当然除了刚才拜登总统所 这个宣布的这个危机处理分两部分 除乎我们保障 但投资人的风险你得自己吸收 你被套劳的话是你的责任 因为这是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 再来就是根据我们网友的评论 也有人认为说 这一次的这个倒闭危机 是不是有一部分是原本这个拜登政府 他的一些金融政策所造成的 所以现在做一个这个 整理上兜底的一个这个 后续的危机管控也是应该的 这两个部分想请教 史赫林博士您的看法 首先我想澄清一下 美国的金融政策的话是独立政府的 所以不能说是金融政策 比方说这一次连续的加息的话 是跟拜登政府有关系 美国的联储的话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所以它是独立于美国的政府的 第二点刚刚那两个网友的评价 实际上是对那个美国金融系统不熟悉 所以会造成这样一些误解 那么像硅谷银行它确实是拥有很好的资产 但是它这一次之所以引起那个风暴 并不是这个资产有好资产变坏了 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债依然是优秀资产 并不是资产本身变坏了 而是因为很大原因就是说 我刚刚提到了 就是硅谷银行实际上它的主要客户的话 都是在IT行业的 但IT行业现在不是很景气 所以IT行业的话 好多行业的话 好多客户的话 他们就整个经营的话碰到一些困难 所以他们必须从硅谷银行里面 提取现金来支付 来员工的工资 所以实际上这就造成整个资金流的问题 所以这实际上是整个是一个资金流的管理问题 跟资产的好与坏 实际上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不是资产 不是因为从这件事当中的话 就反映出美国的国内的资产的质量 从好降级了 并不是这回事 而是纯粹是一个管理资金流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这两个 刚刚两个网友的话 并没有真正明白 金融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感谢我们师教授给他们的澄清跟回应 那怎么看拜登的说法 对 拜登的说法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经济学里面一直有个概念 政府到底对私营企业发生的一些危机 像银行发生的暴雷的话 要不要进行兜底 这样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的话 要这是为了防止有一个雷的话 不断的扩大去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那么第二波的人 像包括我在内的话 一般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 因为干预如果政府兜底 会造成一个我们叫moral hazard 中文叫道德风险 意思就是大家如果都知道 政府会兜底的话 那么我就拼命的投资在有风险 因为一旦发生风险的话 政府会帮助我 我就不怕了 所以使得整个银行的风险敞口的话 会超过它的最优的风险敞口 所以这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方法 所以刚刚拜登 我同意陈教授的意见就判断 就是说拜登政府这次做得很好 好在好在哪里呢 就是它把可能影响 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性的那部分 也就是储户的那个钱的话 是兜底了 但是对那些投资者的话不兜底 因为你们犯了错误 那么你们就要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这有很大程度上 又避免我刚刚讲的moral hazard 这倒是风险的问题 所以怎么处理这个事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这需要有很多的智慧 和对那个整个金融系统的非常深刻的了解 所以我这一次的话 是要给拜登政府的处理方法 是要给高分的 他的处理方法非常对 好的感谢石博士 继续起教陈教授的是 我们这次如果看到这个美国政府反应的速度非常快 这可能后面是反映出说 先是担心会有刚刚提到的传导效应之外 我们看这个欧洲 我们知道欧洲的股市也受到影响 英国的反应也非常快 英国的汇丰银行马上就成为了这个美国硅谷银行的这所谓白武士 他用一英镑的代价就收购了这个硅谷银行的英国分行 你怎么看英美这次两边好像联手快这么快速的反应 英国的反应你怎么看呢 英国的反应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毕竟在周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是 都很快 都很快 这个是快就是必须的 就是08年这个就是因为反应不快 就造成了全球的金融危机 现在大家痛定思痛的认为 就是当时政府的反应不及时不有利 就是造成了这个原因 这次的话大家吸取了这个教训的话 两边你看就是大西洋两岸的这个政府 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英国这个暴力就相对要小得多了 因为这个贵国银行在英国的话 总共的资产也就是一个大概100亿美元的这样子了 就是比美国这边小得多了 然后汇丰银行的话把它买下来的话 因为汇丰银行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 所以他把它买下来这个事情是 对他来说是很小的一个交易了 尽管说还有的话就是这1英镑的这个价格的问题 我们看着觉得好像很低 就是好像是白送的 但是这个金融市场上没有免费午餐的 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就是汇丰银行同时也就承诺 所有的这个储户呢 他们是负责就是赔付这些储户的 所以说的话 而且的话你不知道 这个就是很短的时间就两天嘛 顶多两天48小时 你还不知道他们到底 这个风险场口有多大 他们到底有多大的 就是可能有到 这个雷到底有多大 你还不知道 就是你把它吃下来 据说的话 这个也是他们也是承担了很大的风险 好的 我们这个现场在YouTube网友 有大量的这个留言进来 我也念几个乡亲两位来宾 这个简单给我们回应一下 这位叫明明的网友 他说中美科技竞争现在是如此的激烈 那么美国政府他认为 无论如何都要救硅谷银行 这是他的个人看法 还有一个网友叫H章 他说美国政府是救厨户 和中国旧银行不救除富相反 那么这一次美国银行 因为升息所导致的资金短期 周转问题所引发的这个挤兑潮 他认为是应该很快会平息的 还有一位这个网友叫Stone 他说现在要分清这个因果 究竟是美国的经济危机 导致了这个银行的倒闭 还是现在银行倒闭 可能造成金融危机 好 三位网友的个人看法 除了请这个史赫林博士 如果可以的话 简单回应一下 刚才有一位网友就提到说 这个好像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 在这个因应所谓银行爆雷 同样是银行爆雷 这个事件上 这个处理的手法是不是不太相同 那让我们想到说 其实去年四月 在中国也发生了 这个大家都很关注的 河南村镇银行爆雷 那么当时我记得中共的做法是 应该是五万元以下 这种小额的存款 还是可以垫付的 但是当时也发生一些争议 包括一些储户去抗议 他的健康码变成红码了 甚至警方也逮捕了 为数不少上百名的这个抗议的储户 你怎么看美中兰国在处理 这个银行爆雷的时候 截然不同的手法呢 施教授 主要有两点不同吧 第一点的话 是造成的原因不一样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这一次的那个爆雷的话 我刚刚讲的实际上 是管理上出了点问题 就是他的整个资金流的管理 逐渐的问题 但你刚刚提到的 2022年 也就是去年4月份发生的 在河南的那个 那个村顿银行的事的话 实际上是管理层犯罪的行为 所以这是 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点呢 是处理的那个时间 速度差别很大 这一次的话 美国政府也好 是财政部 是代表美国政府 然后联邦储备银行 是代表那个银行界 基本在48小时之内的话 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 而且正像刚刚陈教授说的那样 今天大家观察一下 那个美国股市的话 实际上像美国纳斯达克的话 反而是不跌反而涨了 也就是说 实际上大家已经接收到这些信息了 就认为这个风波的话 很快就会过去了 所以这个48小时之内 就处理了这么大量问题 正好碰到一个多磨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相反的如果看那个 河南那个去年春镇银行的 我看了一下的时间段 是4月份发生的爆雷的事件 然后政府处理的话 是一直拖到7月份 其中整整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那么这三个月当中 发生了什么事呢 大家记忆还能记得的话 这三个月当中 发生了一大系列的警民的冲突 警民的冲突 也就是那些除户道 觉得自己钱没有得到保障了 然后就去那个抢银行 去那个冲击的银行 然后跟警察 然后进行 所以这个三个月当中的话 是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的 社会不安定的一些事 那么据那个外电的报道的话 实际上在过程当中的话 有234个人的话是被捕了 这是在美国是绝对是不能想象的 后来7月份开始的话 政府逐渐的开始处理 就你刚刚提到的 先是垫付 就5万 存活在5万以下的这个人 但后来的话 在那个用户的 在客户的不断的抗议之下的话 这个额最后是提高到10万 10万在15万 15万提高到20万 20万提高到25万 20万提高到50万 然后是50万以上 所以它实际上也是对除复兜底的 这点都没什么 最后结果没什么大的差别 但是从过程当中的话 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大的差别 那就是两国政府处理 这一类的事件的最大差别 美国政府是比较拆取 就比较主动的一些手法 中共政府的话 特别这些中国政府的话 基本上是让群众推着走 就群众不抗议的话 基本上他们就不作为 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 非常感谢石鹤林博士的深入分析 那么陈博士也同样要请教您 刚刚石教授 我大概整理一下四个原因 觉得这个面对银行爆雷的时候 中美政府处理的不同 当然第一个就是背后的原因 这个美国可能是资金流动危机 那么中国他认为 这可能就是牵涉到犯罪跟差骗 再来就是反应的时间也不一样 再来第三个 这这么长时间 中国发生了一些警民冲突 甚至有200多人被捕 再来就是最后处理的方法 一边是储户得到了保障 但是河南那边是只有5万块人民 一下小额的才有垫付 当然后面有一些 其他的这个管理方法 你怎么去看河南村镇银行爆雷 和这一次硅谷银行爆雷 美中两国处理的不同方式呢 陈兆辉博士 这个我认为没什么太大的可比性 因为这两个政府 就是处理这个危机机制 他们的手段 还有就是他们的能力也各不一样 所以说的话 这个可比性 没什么太大的可比性 最终的话你看就像刚才是要说的 反正你都垫付了 你这个钱都拿回来了 但是的话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才能达到呢 一般来说在美国的话呢 它就是说政府 这个是我们防止以后 有任何更大的爆雷事件的发生 我们现在要立刻 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 首先储户是无辜的 然后就是我把你们钱全部付掉 但是的话你是有问题的人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你 你的这个你的管理 就是资金流管理不当 还是你有什么问题 反正没问题 我们先全部把你们解雇 这是第一 还有就是你投资人血本无归 这个也是没什么问题 OK 然后的话的话我们叫追根到底 发现如果说是一旦有发现 确实有那个违法犯计的事情 那就是严惩不淡 这个就是说呢 就是法治国家处理问题的 基本原则吧 在中国的话呢 就是一点不一样 中国一般人说认为了 当老师 我对中国的一些有限的了解了 一般人认为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把这个事情要闹大 如果我们不闹 那就反正到时候一份钱拿不到 我们闹得越大 我们去游戏 我们去跟那个发生警民冲突 闹得越大呢 中央政府为了维稳呢 就是不得不就是救我们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事情的话呢 看来的这个储备 也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因为最后他们确实也得到了 得到的就是兜底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就是银行是不是这些官员 受到惩罚了这些东西呢 好像也就没有什么下文了 嗯好的 实际上是刚才其实我们听到这个 拜登政府的说法 当然最后一点就是说 要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如果回到中国的状况 河南去年的村镇银行这个爆雷 其实厨户真的有一些 真的看起来真的蛮可怜的 究竟中国政府有没有学到教训呢 我们看到下半场会谈到易刚啊 但是我特别找出来 当时河南银行爆雷的时候 国务院稳住经济大盘 督导和服务组的组长易刚 他当时就表示说 政府应该在扩大融资 还有提高审批等效率的方面呢 给予河南更多的支持 您觉得中国政府 有没有从这个河南爆雷事件 学习到如何避免类似 或者下次发生的时候 能够更好的因应呢 施教授 现在我看不出来 说句实在话 就是现在我对这个政府的 公共管理能力的话 实际上是一直是有疑问的 上次我在美国之音的话 跟大家谈的 我说中国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风险 就是公共管理能力的下降 那么从这件事发生以后 一直到现在 像刚刚陈家水也提到了 就是至于对那些犯罪行为 到底有没有惩罚 到底是不是银行整个系统性的 进行那些改革防止这种爆雷 再次发生 我好像到现在为止的话 没有看到任何的进展 所以这事很可能也就是不了了得了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长期下去的话 那么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的话 会依然存在的系统性的任何漏洞的话 都不能及时得到纠正 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的一个 一个未来的风险的一个看法 好的 感谢史教授 那么上半场最后一个问题 请教在美国的陈昭辉博士 当然我们现在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的时候 刚刚史教授有提醒我们的美国股市开盘 我们今天接下来 在美国股市方面 或是全球市场方面 该关注这件事情 下一步是不是可能会真的 像刚刚提到一些比较不愿意看到的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情况的话 还有哪些观察重点呢 陈博士 最后请教 第一点的话就是要看 就是说是银行银行股的表现怎么样 这个就不管重要 因为这个就看得出来 大家对以后这个银行系统的风险的问题 特别是大银行 因为昨天的话 有些大的银行还是跌了一点 跌的不多 但是还是跌了一点 这个是第一 第二的话就是要看中小企业 特别是这样这个Russell 2000 中小企业的他们的表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中小企业的发展 长期的发展主要是靠银行 因为他们在资本市场融资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说的话 你为了保证以后 你的经济的活力的话 是要看中小企业的 所以说的话 中小企业的表现 这个也就可以反映出来 大家对这个银行危机 它对经济的影响的大小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陈昭辉博士 还有史贺林教授 我能够增加一点吗 当然可以啊 对我们现场正在直播 就是股市开盘 对对对 纳斯达克的话是涨了1.3% 然后那个SQ500涨了1.3左右 然后即使银行股的话 JP Morgan也涨了1.88 所以都是往上涨 都在往上涨 实际上是正式我们刚刚谈的那个 美国基本上股市对这次主力的话 是非常满意的 符合我们刚刚讨论的市场信心看起来 今天是恢复了 好的 我非常感谢是赫林博士 还有陈昭辉教授 我们上半场的精彩点评 提醒大家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 其实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